中南海中报消息,设立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共国务院官网16日发布消息,同意在海南全岛范围内设立自贸试验区同时趁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将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等广告。 10月16日中共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设立中共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批复,包括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为海南岛选岛。 此前习近平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已强调,支持海南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探索发展自由贸易港,逐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4月14日,中共国务院发布相关文件,确立海南四大定位,并提出实施时间表,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在2025年初步建立。 2035年,成熟2050年建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 4月18日,中共公安部召开记者会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经国务院批准自5月1日,其在海南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官方称。 此举是进一步支持海南前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有利于海南旅游业的发展,提升海南旅游的国际知名度。 中共国务院,先前共批准建设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11个自由贸易市。 燕区路美引述评论,说,世界上很多自贸港的建立基础是真正开放零关税,各国货轮自由停靠货柜直接上导,不用静观手续投资、金融领域开放等特点。 有分析认为说,如果以中共的现行体制,进行改革这些都不可能做到,要从真正意义上建设贸易港,必须在现行体制之外,才能成功,否则结果一定是失败。 南华早报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趁习近平在去年10月,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政策制定方面,这些港口享有比现有的自由贸易区更大自由度,并且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开放报道。 引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趁,这些港口将采用国际标准来确保货物、人力资源、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通,并得到新的规则和条例的支援。 另一位消息人士称新港口的开放程度将远高于上海自由贸易区,甚至高于香港对此不少观点并不认同,认为体制不同将限制海南的发展。 虽然香港主权移交大陆后演论自由等有所下降,但它毕竟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社会体制,而海南只是中共之下的一个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